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靜 我們今天來了一個帥哥 台北市議員李博益 歡迎博益 大家好 大家好 午安 這個博益你這個跑得很辛苦 可是我聽你這個聲音已經是有點啞了 正常選舉都是這樣子 然後在這個選戰的最後衝刺的時候 而且這次就說大安文山 大安區來講你們的選區也是蠻緊繃的 大安區跟文山區是同一個第六選區 他是全台北市參選人最多的選區 27個 然後選13個 所以現在李博益不是重點 重點是10號李博益 這才是重點 而且我看在選戰到了最後階段的時候 民進黨使出來的一些部署 其實有點匪夷所思 像比如說那天我們在燒香震情室 在巴德那天 在三創那邊的時候 結果竟然會有說在網路上面 徐曉星就先是說被逮到了 這個綠營造假簽名 對造假這個簽名 這個無良公關公司 然後就做了一個假的一個會議記錄說 說這個藍營準備要去找狗仔跟拍 縣市長候選人之類的 然後我覺得一連串的就說他們就在那一天 很快速的時間就被抓包 然後這個無良公關竟然還在他們這個裏面的那個群組裡面的時候 他去撤粉磚 然後就說 然後另外的一個他們的很重要的一個支持者說不必撤吧 他說這是跟這個阿中這個進辦的討論出來的 可是到現在為止陳時中還是還是撇清了 切割 因為你怎麼看他們這樣子的一個手法 我應該先講好了 我個人真的覺得非常好笑 通常講 我先不要說這個粉磚倒是綠或什麼 我們不講 一般來講一個假新聞出來 我們都會花很多時間來確定這到底是真或假 然後大家在做工房 這樣子丟出來不用確認了 當天早上就知道 當天晚上就知道是假的了 而且包括德偉委員 郭安委員 巧欣 然後孟凱委員 他們一看到直接告了 不囉嗦 因為完全沒有這個事情 但是我真的要講 有一點腦的都知道 那一份假的文章 大家看一下內容講的就很離譜嘛 誰會在這種講的很離譜 而且擺明就在攻擊人的東西上面 還會簽名 認可這個事情 正常的都不會做這個事情 有點腦的都知道 這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 這個粉磚卻把它PO出來了 所以我只能說這個粉磚真的是 那我直接看一下 所以馬上直接被告 被告完之後粉磚做什麼事情 道歉 關閉 但是第一時間我發生這事情的時候 我只是覺得 那就是又是一個無良的粉磚 來做這個事情 來想要帶風向抹黑 王委員會抹黑國民黨 隔天早上很快的 因為這事情已經有結果了 記者馬上去問陳時中 陳時中第一時間回答什麼 跟我無關 跟我無關 然後說他希望對手也不要做這個事情 馬上直接去問陳時中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吳思堯委員 他直接說不清楚 我們也是從報章雜誌上看到這個事情的 大家有沒有覺得 這兩位的回答非常詭異 第二假的這事情發生在我身上 而且我確定我是無辜的 當我聽到這個行為 我第一時間我會震怒 我會用非常嚴厲的態度 講到這事情 極力的撇清證明我的清白 我馬上就告他 巧新議員 萬安委員 孟開委員 第一時間因為知道假的 馬上處理 可是這麼嚴重影響到陳時中 包括陳時中進辦整個清白的事情 他們兩位這麼重要的人 只是輕輕的切割 說這事情我不清楚 不要問我不知道 完全沒有來譴責這種抹黑的事情 就博弈講的對 對很快 你看這件事情很嚴重 很嚴重 這影響到我整個生育的問題 完全不敢 那就是因為不敢嗎 因為就是他們的 我把他覺得奇怪 總會這樣子 後來啊有可能 因為接下來那個 Line截圖被PO出來之後 就啊 這個阿中進辦是 不要跟我說是陳志中啊 難怪會不會人家認為 根本就心虛嘛 所以說陳時中 現在包括他進辦 接下來我認為 對於這整個造假事件 只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做法 直接提告了 沒什麼好說的 提告這無良公關公司 驗證 他們這是假的 並且還陳時中一個清白 如果沒有的話 那就是第二條路 什麼呢 就是承認 他的確認識這家公關公司 來做個職取的工作 可是現在呢 陳時中很明顯的 什麼都不做 又想用老方式 好像以為拖過去就沒事 我認為要拖越久 傷越深 到最後 陳時中的年底的選情 真的只剩下他死中盤的 死中盤的啦 對 而且我覺得這個整個的 這個操作 這個非常的拙劣啊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他們的這個反應呢 非常的這個詭異 比如說今天這個蘇貞昌呢 又在被問到的時候呢 他說呢 如果有人自導自演都要負責 他在說誰 不知道 對他在說誰呢 誰自導自演 想一些物關透揚的東西 難道他說這個是徐巧心 他們在在自導自演嗎 那如果說是巧心這個自導自演的話 你又何來你們自己 自己人的這個群組裡面 然後這個無良公關說 他是跟阿中進辦說好的呢 對 所以說我覺得這一切 還刪吊文喔 對還刪吊 我覺得這一切都非常的這個不合理 而且民進黨怎麼這麼的悲哀呢 就是說民進黨怎麼會搞到 這個今天呢 在做這個選舉上面的 任何的這個事情的時候 大家一講到說 會有這個選舉奧布呢 就都是民進黨 就是堂堂的一個執政黨 怎麼會把選戰打成到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實在是 對於民進黨來說 這是一件很可恥的事情啊 但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記得好像前一陣子 也是問到關於陳時中的一些事情 當時王必勝怎麼回答 他說選舉不要選人這樣子 說選舉還要 陳時中還講選舉要有人性 不要講一些有的沒有 實質緊扣 對對對 陳時中還講說 選舉要選人有人性啊 不要選人這樣子沒有人性 王必勝還出來聽他話瞎 王必勝還貼出來話瞎 奇怪了 為什麼是這兩個出來 其他人去哪裡了 但是回過頭來 我只想問陳時中一件事情 那當時綠營的媒體 直接在批評王偉營的父親 而且污衊另外一個無辜女性的時候 你有沒有講出來選舉要有人性這句話 完全沒有 就很明顯的 陳時中跟綠營的 他們的雙標是個非常嚴重的 對於他們的人不知道愛護跟什麼一樣 一句話重話都不敢說 對於別人卻是用顯微鏡來觀察 這事情老講 以往一直有這個事情 可是到這一屆我覺得特別的離譜 我覺得民進黨已經處到他們的同溫層太久了 好像做什麼事情都是對的 做什麼事情大家都會包容跟體諒他們 可是到這回年底的選舉 我認為如果民進黨還執意這樣下去的話 我覺得民眾會看在眼裡的 有些年輕人 是 而且我覺得剛才這個博弈呢 講到一個重點啊 就在於是年輕人的這一塊 就是說你民進黨到底是要強調一個什麼樣的一個價值啊 然後我們看到呢 他們在這一次的整體的這個選戰操作上面呢 他原先是要打這個陳時中的這個防疫成績單啊 然後呢要用什麼雙呃雙北雙箭頭 我覺得他一開始的設定就錯誤了 就是說他們怎麼會 他們怎麼會覺得說在這個防疫的這件事情上面 呃陳時中可以拿到大家的這個信任跟分數呢 更何況後來呢 一連串的有關於在護航高端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民進黨做的事太離譜了 沒錯沒錯 就是呃你連這個高端的這個報告呢 都還是疾管署幫你做的 我覺得這個對於呃這個選民來講這樣的事情 這實在是太難接受了 而且我覺得更有趣的一點是 嗯我們常常碰到很多綠營的上很多綠營的政治節目 嗯綠營的人士常常會有一句話來講 他認為我們國民黨這樣子追殺陳時中 會造成民眾的反感 我們去檢視陳時中是不對的 我們檢視過度了 我只問一個問題 陳時中現在有資格代表民進黨來參選台北市市長是為什麼 就是因為民進黨跟陳時中一直把防疫的光環 當作他們最大的背景嘛 請問一下你是因為靠著防疫 你才有資格出來選台北市市長 請問一下那其他的人現在來檢疫你防疫有沒有功 是有問題嗎 那是你最擅長的東西 結果你經不起檢驗 講到後來只會說人家追殺你啊 凌虐你啊什麼霸凌你 有沒有搞錯啊 你是不是沒有話可以講的 尤其是辯論的時候 萬安偉不是問他很多問題 你去問他七個問題 他回答什麼 他說哎呀我講過第三次了 再講就浪費時間了 對不對 這麼多人 他從來都沒有面對問題過啊 沒錯 萬安偉問了七個問題 請問一下 陳時中有講得很清楚過 有民眾這樣的七個問題 答案是什麼嗎 沒有人知道嘛 如果大家都不清楚 大家對陳時中都有懷疑 用那個機會 對全台灣的人一次講清楚 如果你講的好 回應的好 你整個大加分 我們也沒有話說 但是你確實用這種閃避的方式 我說真的啦 票增加跟減少 都不是一瞬間會造成的 一定是慢慢累積的 別忘記了 陳時中在一年 一年半以前 他的支持度是高達九成 大概只有在極權國家 才會出現的支持度 短短的一年多的時間 點到支持度剩兩成啊 你說這個問題 都是在場攻擊你 都是民眾誤會你 都是大家抹黑你嗎 我覺得根本就不是 是你自己根本就不曉得 你自己在幹什麼 沿路有出包 講的差話比你講的正經話還多 你告訴我 民眾怎麼來支持你 不過他覺得他講得很好啊 他覺得他就他不是說 他游過風去 對 他就說 為什麼會有這個流出來 他實質緊扣這些照片 叫他不要愧疚 對他說因為我這個辯論的太好了 所以他們叫這樣子來公開 然後他簽女生 叫女生不要愧疚 對 這個邏輯 哇真的是也不容易啊 是是我覺得這個自我感覺良好 其實也是一招是還才蠻厲害的 真的真的真的 我們看到這次這個 那個美國了的其中選舉了 民主黨呢並沒有被所謂的這個紅潮給擊潰 而且紅潮沒有出現啊 我看到紐約時報還有很多他們這些後續的報導 就在研究就說 為什麼這次沒有出現紅潮啊 反映出來的就是很多這個支持者 他們呢 當他們 他們擔心 美國的這個民主的價值 還有他們的權力會被剝奪 最重要的呢 就是在墮胎權的這個問題上 就墮胎權的這個問題上面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種投票行為啊 其實是一種就是說選民對於 我到底每一次的這個選舉投票 我到底在投什麼 是一個很清楚的一個自覺啊 我覺得在這次的九合一的選舉 他也應該是如此 沒錯 這樣實際或難聽一點 選民心中會有一種一把尺 他是想要制衡的一把尺 他會怕某一個過於太過的激進 或者所有的太過偏向 不管是極左或者是極右 其實這回其實在選權 其實我們都認為這個共和黨 這個紅潮要再現 就一開完之後變浪花 變浪花 沒有完全擊敗民主黨 這代表兩個事情啊 第一個事情是川普沒有大家想像中 好像這麼厲害了 覺得下一屆出來選他一定就會贏了 沒有這個事情 再第二個就是 對於一個真正民主的國家 我覺得對於施政上面 他們其實上會心中是有一把尺的 代表拜登不管他 可能大家覺得看起來講話很怪怪的啦 或者是年紀有點大不是那麼清楚 可是他對整個國內的經濟 跟包括未來的發向 我覺得美國大部分民眾可能還是支持的 或者是願意再給他機會 因為其中選舉沒有完全的結束 還有幾個州沒有開出來 所以說這代表一個民主國家的成熟 跟整個民主到一個進展 可是對於台灣而言我認為之前 民主進步黨號稱就是民主 可是一連串的過程當中 因為有對岸的問題 所以造成了民黨永遠都抗中保台這四個字 可是當這四個字用久了之後 他會發現民黨一直在抗中沒錯 但是你保台了沒有 或者你要怎麼去保台 這還是真的重點嘛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年底的九合大選 跟乃金姐講的一樣很重要 就是怎麼樣讓民眾能夠覺得民進黨 到底是不是一個適合的執政黨 或者是說他算執政了 包括蔡英文接下來至少要八年 之前前面的四年 到接下來至少連續八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之內地方上 是不是要有個制衡的力量 就包括各縣市首長 包括各縣市議員 我覺得民眾心中會有想法 尤其是這段時間蔡英文兩年前817萬當選 史上最高 如果蔡英文做得好 我跟你講這段時間 蔡英文根本不用什麼兩天跑桃園五次 不用一天跑五場 他在辦公室總統府待著 那些縣市首長都當選了 如果人民過的是安一足食 沒有任何戰爭的憂慮 一定連續當選 但是為什麼蔡英文要這麼辛苦跑 就是因為他知道民眾對於他是不滿意的 可是這種跑法我認為 如果你不把社會議題 維安治安議題 你看現在多嚴重 柬埔寨太離譜了 我們的家人以前是在國外 現在台灣都發生這種事情了 然後倒不動就有槍擊爆頭 我覺得好可怕 對啊 這個台南這什麼88 88顆這樣子掃射 對啊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連蔡英文最近不是在桃園去 有一個造勢活動 現在還有人帶槍 她都是玩具槍 這種治安 這是什麼時候 什麼時代 台灣才會有這種事情 但短短這幾年 什麼事情都發生了 所以代表了 蔡英文不只外交上出現狀況 連內政治安經濟都有很大狀況 可是她卻不懂得檢討自己 她還是認為 她去幫大家站台 去幫大家鼓勵 很棒 臉書永遠PO的 都是跟那些候選人吃飯的 的一些內容 站台內容 可是這個真的不是民眾所想要的 是 而且呢 在這個台灣的內部的 這個問題 這麼多的情形之下 你看到蔡英文講那些話的時候 就是 非常的蒼白跟無力 好像不和她是一樣 然後你也沒有辦法實際上面解決這個任何的一個問題 而且我們回過頭來看 在這一次的選戰過程之中 我們經歷過了多少的議題 從一開始的時候 他的論文 就是林志堅的這個論文造假 這個抄襲的這個問題 基本上是說 你今天在這選擇 其實是一場價值的選戰 您現在聽到的是台北市議員 李柏毅進口告 好 好 柏毅你有特別要強調 什麼樣的這個 沒有隨便都可以 還好 還好 沒問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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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10號 我只有要講10號 可以啊 名字已經不重要了 就10號就好了 對 對 10號 10號 十全十美 十全十美 進入選舉之後 我們只剩終身代號而已 10號 你上一次幾號 6號 你上次6號 上次6號 對 6號很棒 你說你們有多少 大安文山有多少人才給 27個 有27個 27個 所以在抽新的時候很緊張 因為 大家都希望抽到比較好的號碼 但是因為其他選區人名這麼多 所以運動上好號碼就很高 因為這才12、3個選 那幾乎都是前10名吧 所以我們27個 所以我們都很怕抽到一些很奇怪的號碼 或很後面的號碼 那口號不知道怎麼想啊 很麻煩 對啊 所以很緊張 對啊 不過而且呢 因為這個大安文山 你們提的人也提的 多了 滿 範欄多了 對比較滿 所以說就會 就會增多周少 對 這要怎麼樣就說 哇塞 這長得也是太猛了吧 長了500多點了 就是到底是要怎麼樣 把票能夠比較完整的 那個都不太容易 因為提名如果穩當的情況之下 那大家的做法就會是 好好的走自己路就好 把自己的票穩住 大家都上 那當 其人太多票不夠的時候 那對每個議員而言 我講實話 我要先顧我自己 我也沒辦法 我要先選上嘛 所以自然就會有比較多的 可能去拜票 或甚至是有可能去 碰到別人的比較熟悉的 的一些地盤之類的 那我覺得 這是提名的智慧啦 可是這一回 我不曉得別的區跟我們也不一樣 因為大安文神在台北市裡面算藍 也是神藍的一個顯怪 所以綠營的狀況實際上是相當的不好 而且不好的狀況 不是說綠營整個人不摔頭 是民進黨不好而已 也就是說 靠近民進黨的親綠的議員 狀況還OK 但是反而是正民進黨的狀況 都不是那麼的好 所以表示民眾實際上對於 在我們這一區都是在比較 只要少一兩個還可以 但大部分都是在後面 那其他區域我看到有幾個區域 也是這種狀況 嗯 對 所以這張到底在回應什麼 是亂講 對 亂講一些 感覺無關痛的東西 反正 對啊 他講好像天然有道理 但是不想回答沒有 不是他就沒有啊 他就在這邊 哇 他這個事情很囂張 就是他們沒有一個人正面回覆這問題 而且很困難 如果這是我被污蔑 我一定告訴他好不好 嗯 嗯 到現在城中也不是搞好 嗯 到美市真的是很特殊 大安文山的這個民眾 會不會更在意的 像是像比如說什麼 像文山像都更的這些問題 哦文山會 對不對 交通 大安應該就是教育吧 可是大安其實都更也很多 嗯 老舊的防射實在是太多了 都更已經是全面性的問題了 嗯 那大安比較沒有交通 文山還有交通啊 因為他每次要出來 只能走辛亥路 要不然就是走路是辛亥路 很斯大呀 嗯 歡迎回到飛碟午餐的現場 我是尹乃津 今天呢 我們在現場呢 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很帥的這個李博毅 哈哈 這個在大安文山啊 十號 十號 哈哈哈哈 這真的是 在最後的關頭是 大家都要這個加把勁啊 哎 我從這個民調上面 這個看 看起來啊 就是說蔣萬安呢 他現在保持一個穩定的 一個領先的一個態勢啊 然後呢 就這個陳時中和這個黃珊珊來講 他們在這個選票分 分佈上面啊 其實好像這個差不多該歸對的 也都歸對了啊 我覺得就黃珊珊來講 我覺得他一個很大的一個 一個比較很吃虧的地方 就在於是柯文哲 就是說水能在州也 欸對對對 水能在州也能覆州啊 就無論如何 他是柯文哲呢 支持的推出來的這個候選人 但是柯文哲呢 他在這台北市這八年來 他沒有什麼可以值得 被大家拿出來講的這個政績 這就會是黃珊珊比較大的包袱了 我們先討論珊珊姐好了 因為他是一個前輩 我先講黃珊珊議員 他是一個非常認真的議員 他毫無疑問做這麼多屆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當黃珊珊副市長辭職 變為黃珊珊候選人之後 他能量好像就突然就 對對對就收起來了 對 他沒有那個權力 跟他沒有他的那個行政權人 所以變得黃珊珊候選人 他的想法好像沒有那麼多人在乎 完全每光燈都聚集到 他背後的大老闆柯文哲身上去了 對他這個情況非常的明顯 他就不像是那個時候 比如說這個馬英九 在當這個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看這個歐靖德 他在921大地震的時候 你看到歐靖德 你就覺得他是一個穩定的力量 然後在SARS的時候 葉金川就是抗薩英雄 就是說他們在馬市長之外 他們都有他們個人 非常強的這個專長的部分 珊珊好像在這部分就比較弱 對 珊珊也是一個很幹練的律師 也是非常那個專業的 可是我也講一實話 柯文哲跟黃珊珊候選人 他們兩個個性是截然不同的個性 很明顯 柯文哲是想到什麼先講什麼 然後有錯再說 但珊珊姊相對來講 他就會是比較 踏實和務實一點 他會想要能夠做到再講 所以發現最近有些事情就是 柯文哲講完之後 黃珊珊不敢背書啊 包括當時那個風災下大雨的時候 到底水門事件 黃珊珊候選人不敢替他背書啊 因為這個講的 怎麼會有票 你這個人民負責 那我選市長幹嘛 包括了 這種碰到大型天災的時候 首長到底要不要回來 他說不用 SOP就好 那我還選你柯文哲幹嘛 不用選市長了 以後SOP找個機器人就好了 所以說 黃珊珊候選人現在最大的問題就在於說 因為他沒有美光燈 他的意見無法被民眾所了解到之後 大家聚光點在柯文哲 而柯文哲最近又是插話 編篇啊 根本沒有什麼有幫助正面的東西 你說這種情況之下 你說三三姐就會變得異常的辛苦 因為選舉到後期 我認為啊 選舉是一個看實力的東西 我的強悍我就能夠吸票 就這麼簡單 因為大家覺得你有機會 我就投給你 就算我本來不是那麼支持你 我還是想給你一票 因為我覺得你是有機會的 現在狀況就今年出現了 黃珊珊副市長那個時候 他的支持率其實是 大概26、25左右是相當靠近的 可是最近好像有 今天好像有一個正傳媒 他有一個封關民調 他直接跌到20出頭而已了 就是很明顯的往下掉 沒有錯 還是有基本盤20%左右 可是也跟各位講 20%是現在 如果接下來 藍綠對決氣勢越來越嚴重之後 很多人可能會把票投給他想要氣保的對象 這個部分我認為黃珊珊副市長 他無能為力解決這個問題 他也不曉得該怎麼解決 跟我罵線是沒有用的了 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接下來我認為黃珊珊副市長的能量會越來越低 聲量也會降低 可能年底又會是個藍綠對決的情況 是因為剛才這個李柏毅他提到的正傳媒的封關民調 蔣萬安是34.7 陳時中是26.2 黃珊珊是21.7 就是他被拉開一點點 對他就被拉開了 然後而且他的是往下走的 因為他之前的時候是25.2 而且他連他本命區都輸了 內湖南港 以前黃珊珊幾乎都是內湖南港贏蔣萬安 他連這回都輸了 對耶 他在這邊呢 而且他跟陳時中的差距是很小 但是他還是輸 還是輸 而且還第三名 所以這個就對他來說 在這個最後階段來講 當然就是不利啦 那你怎麼看這個蔣萬安辭立委的這個舉動呢 我跟人家講啊 任何一個政治人物想要去另外一個位置 需不需要把他原本的位置辭掉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我覺得每個政治人物都有他自己的主動權 想辭就辭 不想辭我覺得OK沒問題 可是我有意見的是 民黨之前是怎麼攻擊 類似 不管是在野黨或者是國民黨 他只會跟你講 你們都不辭職啦 代表你們沒有決心 代表你們沒有毅力 代表你們不會破釜神州的想選這個位置 你們都是看著玩內 吃著玩 看著玩外吃著玩內 結果咧 這位講話好辭了 民進黨 酸他的酸他 所以覺得沒必要啦 然後就說是你選情告急啦 你覺得這個辯論的表現不如預期嗎 或什麼的 很怪 很怪啊奇怪 以往會辭職的人通常都是選情有把握的才辭啦 對對對 就是因為有把握 然後最後呢希望把票衝出來 最後一擊對 表示決心嘛 沒錯嘛 就這居然是被解逐的是說 啊 因為什麼新竹狀況搞不好啦 什麼外溢效應啦 造成蔣萬安委員的選情危機 所以他要辭職衝高票 哇他就照這個邏輯 那蔡奇昌跟蔡適應 還包括鄭玉鵬 趕快遲啊 你們不是更需要這個衝上來嗎 照你們邏輯這麼好的話 我覺得民黨最大問題還是一樣 雙重標準啊 看待一個事情 我們不要說對或錯 但是你們綠營看待一些事情 你們是分顏色來看待啊 這件事情沃文人遲了 很多綠營之前都在罵說不遲 他這位遲了 是不是知道應該給他一點掌聲 但是誒 知道你願意遲 代表你破釜成功 代表你對市長有信心 那我們祝福你也恭喜你 你們的人要不要辭沒有關係 可是是 你們在問完委員辭職之後 刷完他之後呢 我們就問他們的民主長林喜耀 他很快就說不要 我不會辭 絕對不會辭 慶民絕對不會辭 為什麼不辭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做到委員上有更好的發揮 這麼好發揮 你就好好做立委就好了嘛 你選什麼市長啊 是啊 所以我覺得今天那個 謝國良的回答還不錯 他說他希望蔡適應不要辭 他說呢這樣子的話 我當選這個市長 不用再補選一次啊 對對我當選市長 然後呢蔡適應呢 你就繼續留在這個立法院啊 然後為基隆呢 爭取這個福利 我覺得他這個回應 也還不錯啦 而且可以堅持到補選的成分 嗯 哈哈哈哈 有道理 對 我的補選一趟 你要花多少錢 對啊 勞民傷財 不好 在這個大安文山的這個區域 就我可以想像就是說 台北市民呢 在大安文山這邊 他們所關切的這個議題 比如說像這個文山區 他應該是都庚 對不對 都庚 都庚是很重要的議題 其實我覺得都庚已經全台北市共同的議題了 因為大家覺得 都說台北市是天龍國嘛 那天龍國裡面的天龍市 天龍區就是大安區 或者心意計畫區 可是實際上我們在大安區裡面 其實看 很多的 還是老舊的很多 真的很多 樓上的家蓋的家蓋啊 違建的違建 所以都庚已經是全台北市共同的問題 所以在萬安委員這回他的政策裡面 其實他擺最前面的 其實是都庚政策 因為這麼多年來 你說柯文哲說把違建拆掉 又說要蓋公仔多少戶 實際上都是知愛難刑 那對於我而言 我很期待萬安委員這回上來之後 要任何能做到 因為老實講 萬安委員雖然是國民黨籍 我也是國民黨籍 但對於一個市議員角度而言 我們是監督角色 不管是哪個黨籍上來 該監督的都要監督 我們希望選出來 一位市長是有魄力 而且是真的敢作為的人 不要永遠都相怨為了選票 那台北市永遠都不會進步 一定要等到 房子到了 人罹難了 才來做更改嗎 我覺得千萬不要等到這一刻 那大安跟文山區都更都基本的 接下來細部的東西 我認為是文山區交通 那如果有去住過文山區 或者是上下班就知道 他主要出入口 一個是新一塊 然後螺絲幅路 然後再就是新海隧道 通通都塞爆 尤其是之前很多政策 都喜歡把文山區來蓋公宅 那一蓋就是那種五六百戶以上啊 為什麼後來地方上民眾反對很多 不是覺得公材不好 是因為文山區的道路都是兩線道啊 是 如果說你沒有完整的規劃的話 那大家就是一出門就塞在那邊 對大庭車場 你們存儲量是不夠的 所以我們一直在考慮 就是說在文山區是否有機會 不管是買新的地 或者是挖隧道 能夠多開闢一些另外的道路 讓整個交通能夠更順暢 大安區的話 其實老實說 能夠做的東西其實也不多 因為大家看的都很多 我們比較會推薦是一些細節的地方 包括了很多天空纜線 你知道大家覺得以前 可能看的纜線不是在巷子裡面很多嗎 大安區大家在中校東路裡面看不到 就很多比較 不是那麼正中間的裡 還是很多那些東西 很多電感都還在地上 我們很希望能夠讓民眾走得更安全 我們希望讓民眾能夠過得更安全 把相對的很多電線下地 包括很多電線拿掉 然後我們一再推一個叫做雙向電伏梯 大家有沒有做個捷運 舊型的捷運是只有一個電伏梯 他只上不下 因為他只有一條 所以很多長者要下去的時候 他還是得走樓梯 他沒有辦法坐電伏梯下去 所以我們現在一直在推 當時的技術因為不完善 而當時買地不夠不夠全面 我們現在會很多希望 就像古庭捷運這樣 我們這附近的 我們都會把它變成雙向的 重新用最新的技術 讓他機器變得最小 能夠體諒長者 因為整個台北市已經進入了高齡化的社會 對 我們每次看到這個博弈 我就覺得人生的這些的技術 真的是很難說的 就是說 博弈當然是在一個很特別的狀態之下 來這個從政 然後呢 也因為這個博弈的這個從政 就你的表現呢 是非常的 你的表現是非常的這個好的 就是說 其實當初也沒有想到要走這條路 對對對 其實還蠻有趣的 其實我在國外念是航太機械 對啊 然後我的主修是自動控制 跟程式設計 然後那時候 為什麼會回台灣 是因為我父親那時候選舉 他說啊這個 回來這個要自己人幫忙嘛 就被我家人從美國叫了回來 然後在我父親辦公室待了一段時間 陪著我父親選完 那選完之後 那段時間實際上我對政治 我覺得不是我的本行 所以我想說那邊要做點別的事情 所以那時候 都更那時候吵得很兇啊 那個很流行 那時候 欸好啊 因為我知道父親這段時間裡面 學到很多都更的知識 所以呢 我就去建設公司做都更 大概做了 我做了一年半左右 快兩年喔 就發現都更真的是很難做 因為太多自愛難行的狀況 不只是民眾個人的私心的問題 還有政府部門整個行政帶度的問題 所以後來我就離開了這個獨根 想說好 我終於回到我的本行 我就去核四 因為我是工程師嘛 所以我就去核四 核四 我不是去核四裡面 我是在那個新北市那邊 然後我就想說好 我就做一些專案的東西 然後把我一些所學的東西 包括一些英文合約的 paper 我們來看一下來做翻譯 結果又做了一年多 核四本來就是還要封存嘛 就在民進黨的執政之下 結束了 核四也沒了 而且不只核四沒喔 我們是核四跟核一 我們是同一個一起做的 當時我們在核一要做是研議的準備 我們在加強他的防證係數等等的 都已經都做好報告了 政府的錢都撥了 結果因為蔡政府2025非核家 一下來直接前面的報告全部作廢 他在那邊錢就完全浪費掉 就跟你說你不用再做研議了 直接做廚藝的準備 你說這種東西 我個人認為這是沒有必要 對外國而言 研議是個非常正常的事情 他不是很怪的事情 他的研議到30年50年是基本的 因為他還要回饋他的電費 到他之前所有的營造成本 那都是安全的 可是蔡英文可能他自己考量 我不敢取消這個 那又做了一年多 然後我說反而沒東西可以做了 盒子倒了 好那時候我父親就說 那好吧連聖文先生那時候猜拳 我來幫忙他去選市長 我就好啊好啊加油加油 我就幫聖文哥那也做了半年多 結果後來不如預期沒有選上 可是那個時候開始我就有想法就說 其實我後來發現工程師這是一個不錯的工作 可是就我的個性而言 好像跟人的溝通我覺得更有溫度 所以那時候才會答應我父親 重新再回來我父親的辦公室來做主任 然後開始學習 然後做了三年之後才正式出來選 那我會這樣做也是一個原因 像說我之前幫很多人做事都倒了 我就幫我自己做好了 自己選不要害人了 對好我自己來好不好 自己承擔 而且你在很多很關鍵的這種時刻 其實你也見證了台灣的一些很一些重要的這種變化 而且我當憲兵的時候是紅三軍的時候 哈哈哈哈 而且我又看到博弈就會覺得說 這就是國民黨的這種新一代的這個希望 代表一種年輕的一個力量 大安文山的市議員候選人李博弈 博弈加油囉 這樣10號對不對 10號十全十美